各位現場的貴賓 歡迎大家前來參與我們今年 年度MVP經理人榮耀分享會 今年的主題是迎戰新常態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衝擊著全球 所有人都在努力適應環境的變動 當過去的日常不斷地在改變 常規不再適用 經理人們有鬥志 以積極的領導打破框架的企圖 不斷尋找新的經營策略 還有新的商業模式 或許在這最壞的時代 我們能把它變為最好的時代 我們相信在這樣起伏不定的市場中 更需要向各位不畏艱難 帶領組織勇於突破困境的經理人 活動即將正式開始 請各位儘速入座 經理人月刊透過百大MVP經理人的爭見 我們找到一百位優秀的經理人 歡迎各位來賓 作為業界的翹楚還有精英 今天可以利用這個場合盡量地多多交流 這裡要提醒所有的得獎者 我們為了慶祝百大MVP經理人 榮耀分享會邁入第十四個週年 和飛鵬發行人今天將會留到最後 並且跟大家合影 如果您的時間允許 也請您幫我們留到最後 同時呢 因為現在疫情已經比較趨緩了 提醒各位上臺的時候 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留下您最值得紀念的一刻 那麼我在這邊正式宣布 2021年度MVP經理人榮耀分享會 正式開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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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选出100位MVP经理人 今年经理人月刊持续的发掘对于组织 还有团队做出关键贡献的经理人 也就是在场的各位 我们要再次感谢今年MVP荣耀分享会的赞助伙伴支持 我们要谢谢永信药品、金亮夜黄胶囊 还有华后国分权公司代理的商务通讯设备 EPOS一起祝贺今天的得奖者 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在百忙之中前来参与 我们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吗 那么活动一开始 我们要邀请一首催生经理人月刊 以及年度百大MVP经理人的 何飞鹏发行人上台致辞 为今天活动拉开序幕 掌声欢迎何发行人 大家好 今天所有得奖的贵宾们 以及你们一起的好伙伴、朋友 同事、家人们 大家好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日子 我想尤其是在今年这种 疫情这么厉害的状况之下 然后我们现在能够在这里 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实体的聚会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安慰 台湾毕竟还是有它的本事 在历经各式各样的疫情之后 它还能够快速的复原 然后能够回到我们可以正常聚集的状况 这是我觉得应该替所有台湾人民 我们大家一起鼓掌吧 今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年 整体的经济看起来状况越来越好 今年我看了一些统计数字 今年光是所有的上市贵公司 你如果去统计它每一季的获利状况来看的话 今年四季大概每一季都是一兆台币 意思就是说全年我们会赚四兆台币 是所有的上市贵公司 不包括非上市贵公司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这个数字是比往年来讲 大概将近成长了一倍 所以基本上我想整体的台湾经济状况 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未来三五年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预计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我们身为专业经理人的人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 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态度 然后我们应该要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这些企业界 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政府开了第一枪 这个明年所有的军公教人员 调薪4%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这样的数字了 那这个调升4% 接着我相信 所有在座的企业界们 你们一定也会跟着 跟着做这样的事 你如果调升不到4% 你至少也要3% 那当然有些更有气派的 会有更高水准的这个调升的幅度 那这些都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的环境 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对所有这个专业经理人来讲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 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要有更高的期待 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在颁MVP的颁奖的时候 我觉得看起来 未来是一个更好的时代 那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心理准备 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 为所有的我们的同事伙伴们 做出更好的贡献 那最后我想 我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得奖人 能够未来做生意宏图大展 然后你们的身体健康 这个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和发行人的鼓励以及祝福 请您先回座 谢谢 今年我们的活动主题精神是 迎战新常态 我们看到一百位的MVP经理人 在产品组织行销还有服务 都缴出了精彩的成绩单 在科技创新的趋势下 我们也从第十届开始 新增了未来经理人的奖项 来鼓励有勇气 透过前瞻性的科技 来创造产业未来性的经理人 现在我们想要掌声来邀请台北市政府 产业发展局的林崇杰局长上台 为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掌声欢迎林局长 这个何华信人 还有我们那个苏安知音长 跟我们所有在场的 所有这些经理人 大家好 其实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整个空间里面 充满一种兴奋的感觉 也可以感到一种尊荣 一种荣耀 这也代表刚才发行人所提到 台湾今年的经济 其实呈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虽然疫情的确是 也给服务业和很多的领域 带来很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各位优秀的专业经营人的 带头之下 台湾经济一直是不断地向前迈进 所以今天大家在这边可以说 这是各位所创造出来的 这个典唤 创造出来的这个荣耀 那么再次恭喜大家 我也相信 透过今天 透过刚刚何华信人所讲的 台湾的下一步 必须期待各位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创造更好的未来 谢谢 谢谢 谢谢林局长 请您帮我们在台上留步 因为我们想要邀请您担任我们 SuperMVP的颁奖人 那么待会我念到名字的话 请贵宾上台接受领奖 好 第一位上台的是 玉利股汇圈公司 COVID-19疫苗冷链专案团队 玉利目前累积 在台湾运送超过2500万剂的 COVID-19疫苗 打造台湾唯一有三种温层 负80度及低温的冷链 我们掌声感谢他们的付出 还有努力好不好 好 真的是相当不简单 我们大家今天能够齐聚一堂 都是因为大家都至少打过 一剂两剂的疫苗 这都是团队辛苦的付出 我们感谢 好 请帮我们看着正前方的摄影师 好 谢谢 谢谢 请受奖人往后站一步 谢谢 好 接下来邀请上来的是 香港商国艺科技股汇圈公司 营运长卢天凤 国艺科技取得世界级IP的授权 串联设计师 好 取得了串联设计师的创业 还有创造品牌 让设计师品牌能够跟平台一起创造三营的局面 好 谢谢 请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材料制造厂的厂长 陈泰雄 武汉封城困住了四百多位员工 他们却能以三分之二的人力创下五年来的最高营收 相当的不简单 恭喜 接下来上台的是LINE TAXI执行长陈泰成 在三级警戒一个礼拜内就推出了输果箱 计程车外送服 三十分钟内交货到消费者的手中 好 恭喜 下一位是东森新媒体控股国会权公司总经理陈安翔 跨足宠物业家外广告事业 发挥线上社群与线下整合的效益 年营收成长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 恭喜您 好 谢谢 我们请所有台上的受奖男往前站一步好吗 我们一起来一个合影 来 请大家 不要客气 看着我们正前方的摄影师 稍微帮我们站近一点 可以稍微侧身 我希望所有的受奖男都可以入境 好了吗 好 同时我们知道在云端、远端 还有线上的亲友团 想要一起加入我们合影 跟我们挥挥手好不好 大家好 哈啰 感谢你们一起加入我们这个线上加油团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看着正前方 一起来一个合影好吗 好 我们请摄影师帮我们记录这经典的一刻 好 我们请摄影师帮我们记录这经典的一刻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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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得奖人 恭喜得奖的团队 恭喜得奖的团队 不要客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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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献花的赶快 这个时候 好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想要请问受奖人 得奖人有没有想要发表感言的 来 欢迎 恭喜 恭喜 好 欢迎 有没有得奖人想要发表感言的 我们请我们的同仁 递上麦克风 没有吗 好 那如果大家比较害羞想要在台下多多交流的话 也没有问题 我们谢谢台上的得奖人 恭喜你们 谢谢 请大家先回座 谢谢 请大家从您的右手边依序回座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颁奖人 是我们的何飞鹏金人月刊发行人上台 担任我们的颁奖人 继续我们颁发Super MVP的奖项 请上台 我们掌声欢迎他 好 那么要上台的是 金元福包装企业股份权公司的执行长 陈玉慧 那他请郭哲宏带领 亚洲产能最大的塑胶容器厂 投入了循环经济 2020年生产量减少了70.66吨 相当不简单的成就 恭喜你们 好 恭喜恭喜 好 请先往台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绿界科技股份权公司的总经理 许易德 华城进军离岸风店的市场 包办了陆域工程 搶下34亿元的订单 好 恭喜您 好 恭喜您 恭喜 恭喜 谢谢 好 我们再看一下摄影师 好 好 接下来是 富邦媒体科技股份权公司总经理 五元红 台湾每两人就有一位是MOMO的会员 布局短练物流 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业绩成长超过同业三倍 恭喜 恭喜 接下来是 台达电子工业国际公司的执行长 郑平 由周豫章先生带领 启动两次组织的重整 聚焦电动车自动化基础设施 任内公司的市长 市值成长了三倍之多 好 恭喜 我们请所有得奖人 往前站一步一起合影 跟我们的颁奖人一起合影 好 请看一下我们正中央的摄影师 好 好 那我们线上的亲友团 线上的加油团 是不是也要入境 恭喜 恭喜 好 我们也请我们的摄影师 帮我们记录这值得纪念的一刻 好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请何颁奖人先帮我们入座 请何发现先回座 那接下来时间 同样的 现场有没有要献花的 好 如果 有有有有 来 赶快上台 赶快上台 好 恭喜 也谢谢团队的努力付出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是我们得奖人发表感言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91APP 创卖人继董事长何一琦先生 来发表一下感言 核发行人 邻居长 陈社长 以及在场的评审 宇慧贵宾大家好 我想这个奖除了是我个人的荣誉 我想更是对于91APP的一个肯定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家公司要成功 那主要 除了你要有正确商业模式 你今天要符合趋势 那最终呢 还是管理的本质 这个是重重之重 那我想这个奖也是对91APP 那管理团队 跟我们管理干部一个最大的肯定 那91APP呢 那我们在今年5月25正式IPO 那我们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351新台币 那91APP自立 我们在SARS服务以及软体行业 然后做领头羊 那我想在座有很多与会贵宾 那也非常欢迎 以后有机会可以跟91APP多多合作 那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何董事长 时间掌握非常好 我们发表感言是只有一分钟的限制 比我们金马奖还有金钟奖还要严格 所以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哪一位受奖人想要发表感言的 也欢迎 好 那如果 有吗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他们 谢谢 谢谢 请大家先回座 谢谢 请从我的右手边入座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经理人月刊》的齐立文总编辑上台 为我们颁发组织创新奖 我们掌声欢迎齐立文总编辑 我们掌声欢迎齐立文总编辑 好 谢谢您 那么我们要邀请上台接收颁奖的是 宝瑞药业国际企业公司的集团财务长王景菊 宝瑞药业以协助的角色进行小吃大的并购 七年整合了五家公司 恭喜您 好 恭喜 请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 好 恭喜您 下一位上台的是 建议汽车工业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江嘉宾 取得零组件专卖权 推动精实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获利成长百分之三点三 好 谢谢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列特博生计 国际公司总经理戴吉生 与本土厂商结盟生产 新冠肺炎的PCR设备 每月生产量提升了六倍 产品在台市占率超过三成 好 恭喜 接下来有请 赵峰国际商业银行 泰国子航的总经理贾瑞恒 客制化融资的系统 建立手机交易机制 上卖能获利成长百分之八十三点五 恭喜 好的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华夏玻璃古汇圈公司 执行长廖冠杰以及副执行长廖维杰 请上台 导入了自动化设备 年省1.92亿元的人力成本 毛利率从百分之七 上升到百分之十四 恭喜 恭喜你们 接下来上台的是 金星精力工业股汇圈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施春景 翻转2020年Q2的移收衰退 调态人力与设备 全年成长百分之二十 恭喜您 谢谢 谢谢 请先稍微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 主任秘书杨志忠 领先全国导入了AI影像技术 道路缺失的辨识度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五 好 恭喜 接下来上台的是 中华民国医疗器材商业头业工会 全国联合会理事长何英讲 推动医疗器材专法落实产品分级与管理 超过五万家的业者都受惠 来 请上台 来 请上台 恭喜 好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九泰金业股分研公司总经理 刘胜奇 生产资讯监控数据的数位化 降低出错率 间接增加了产年 厂能高达百分之五十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所有得奖人往前站一步 我们一起来进行大合照 好 请大家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稍微侧身一点 我们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入境 好 请大家往后退一步 稍微往后退个半步 OK 那我们线上的亲友团 现在也可以入境了吗 我们请 好 多人 来 各位 露出你们的微笑吧 欢呼吧 揮揮手 我们一起来入境 记录这值得纪念的一刻 好 那我们先请颁奖人 可以先入座 可以先入座 那我们的得奖者是不是继续在台上 有没有同仁现场的亲友同仁要献花的 就这个时间可以献花 好不好 有 好 太开心了 好 对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也是整个团队 整个公司的荣耀 恭喜 恭喜 好 那么在大家献花的同时 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要发表感言的 来 我们的合发行人还有在场的媒体 还有我们同届的这些经理人 那我要代表洋情国际 麦维登 来感谢各位给我们的肯定 因为去年度这个时候 12月16号 我们早餐 终于有第一间的挂牌 那在今年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努力啊 证明没有所谓的夕阳产业 其实早餐有明天 那接下来我的工作是 可以的话 帮所有台湾的传统 传统早餐业 发掘更多MVP 那不断的在这舞台上面 发光发热 以上是我的简短报告 谢谢 谢谢 时间掌握精准 他们哪一位 来 欢迎您 好 今天迎这个奖 是是与我们中华民国医疗器材 全国联合会的荣誉 我们知道医疗器材 从未失生到生老病死 跟医疗器材是息息相关 在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工会提供 防疫的医疗物质 以及资讯给我们政府 今年5月份 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在提供第一线的 一些防疫的医疗设备 以及维护 让我们 台湾所有医疗院所 可以正常的运作 所以我们身为 防疫的疑问者 非常荣幸 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明路会更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还有没有哪一位 得奖人想要发表感言的 请举手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时间 简单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 感谢何发行人 这个奖值得我被 Qualiting 14天 谢谢 好 太棒了 谢谢 那如果 没有要发表感言的话 我们就 再次的掌声 恭喜他们 请入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请入座 好 接下来我们想要 再次邀请我们的颁奖人 是经理人月刊的 齐立文总编辑上台 继续为我们颁发组织 创新奖 请上台 好 那您就定位之后 我们要邀请上台的是 朝阳投资 四股运营公司 共同创办人 暨行销总监 呂雅慧 以内部创业制度流财 员工产值成长了68 2020年营收 201.6亿元 创造新高 恭喜 接下来上台的是 格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林伯钧 在疫情期间 停产不停工 生产耐放产品 维持员工生计 需求复苏 恭喜 恭喜 期望往后 稍微等待一下 接下来上台的是 新城工业股份研公司 总经理 陈永瑞 整合工厂营运库存系统 生产排程 从一天降为三分钟 恭喜 恭喜 好 恭喜您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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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工业股份研公司 董事长 黃立如 从家庭武经做到救灾无人机 多角化金银 助营收 获了七亿元 好 恭喜 恭喜 新城工业股份研公司 新城工业股份研公司 千万千万的拆旅费支出 业绩较疫情前 成长了两倍多 恭喜 请先往后 稍微等待一下 接下来上台的是 華瀚科技股份研公司 董事长 朱富全 由蔡明学董事长特助 代表明讲 快速并购 調整子公司的体质 年营收 都写下了840亿元的新高 恭喜 恭喜 接下来上台的是 正大雄鹰籃球队的执行总监 孙炳虹 从无到有 打造专业的球队 四年 拿下了大专 籃球联赛公开 男一级的冠军 恭喜 好 我们请所有的得奖人 帮我们往前站一步 一起跟我们的班长人进行合照 好 我们请所有的得奖人 帮我们往前站一步 一起跟我们的班长人进行合照 好 好 OK了吗 OK的话 我们的线上亲友团可以入境咯 好 线上的加油团 来 请大家挥动你们手上的这个公司牌 还有加油牌 露出那些笑容 我们跟我们在现场的公司的经理人 一起合影 好 谢谢 那我们先请颁奖人先回座 好 我们请我们在其中间先回座 各位得奖人还是留在台上 我们开放现场亲友团公司的同仁 想要献花的欢迎 就是这个时间点 好 好 献花了吗 献花 恭喜 恭喜 然后呢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萤幕上 正中央上方这一位呢就是 就是我们和硕集团 康硕电子出售有限公司的 林明威业务主任 他将远端连线 跟我们大家一起共享这个荣耀 好 那接下来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 想要发表感言的 欢迎 来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主办单位经理人 以及评审 给我的这一份肯定 那 这个肯定 对我来说是 给我更多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动力 那 我这个奖项 我要特别 来分享给我们的 雲科大的 老师 以及教授们 因为他们带给我很多的观念 让我能够去把我的事业做得更好 那也要感谢我们格兰科技的同仁 以及我们家人 他们给我的持续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 让我无后顾之忧 也谢谢在场各位的参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格兰科技林总经理 刚才的分享 还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想要发言的 好 真的在这边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奖项 其实奖上这边真的快哭出来了 其实我很少上台的 可是今天我一定要谢谢这些人 谢谢我父母亲 然后谢谢二代大学 还有谢谢台北科大 尤其是二代大学跟台北科大 如果没有你们催促我 今天我不会站在台上 另外我是一个二代 我要跟我爸妈讲 我没有让你们丢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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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感谢这位争气的二代 这边还有一位 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桃园遭阳建筑旅行会 今天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份荣誉 那我也谢谢学校跟我推荐 我觉得主持在对我们房地产来讲 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透过内部创业 在去年第一次 不是上市公司 但是我们是可以列入全台十大建商 也是桃园第一 那透过这个场合 我也要谢谢大家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 透过这个场合 我觉得可以有 对我来讲是一种正面能量 我可以鼓励更多的同仁 然后我们一起向上学习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庸投资的分享 好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得奖人 想要分享的话 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他们 谢谢 请大家先回座 谢谢 右手边请哦 这边请回座 好 请大家回座 谢谢 好 请大家回座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 服务创新奖的颁发 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颁奖人 台大EMBA执行长 刘启群教授 是不是可以请您上台 好 我们请刘启群教授 好 请您上台先帮我们站定位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非常紧凑的颁奖了 首先上台的是 惠羽科技股份颜公司 金融暨政府事业处 总经理徐嘉生 提前拉高库存 重整客户需求 疫情间稳定出货 营收成长了百分之十五 恭喜 好 谢谢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爱上新鲜股份颜公司 共同创办人既执行长 张又成 靠着独家的商品快速配送 商品退货率不到百分之一 恭喜 恭喜 接下来是 顺利智慧股份颜公司执行长 苏基明 由陈彦佑代表领奖 协助超过两万家零售跨电商 创立七年 GMV成长了二十五倍 恭喜 下一位是 育生企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兆和 从代理进口到成立生产线 成为北捷空压机耗材 唯一的台湾供应商 恭喜 恭喜陈总经理 好 恭喜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是 中兴保全科技股份颜公司 智慧系统本部副总经理张乃森 协助社区以电子警卫取代了 夜间保全 2020年成交的建数 成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我们恭喜他们 请上台 好 接下来上来的是 中兴工程顾问股份颜公司 副总经理暨机电事业责任中心的主管 林根盛 打造全球最大的海上光电厂 2020年业绩成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 好 恭喜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盛森云端科技股份颜公司执行长 林景盛 协助品牌自驾电商 在2021年的营收拓益 好 我们请杨景盛执行长上台 来 来 好 恭喜 恭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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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老虎网络科技股票公司 运营长王云霆 17FID线上预约运营系统 在运动健身和美容美法业者 市场中市占率第一 好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 史迈威有限公司 法国U10集团 营销总监陈秀婷 欧美客户在亚洲区域的 重要桥梁 观察了趋势 做出差异化的设计 恭喜您 下一位是 福星科技股票公司 市场行销部的经理 张育昊 建构支票系统管理平台 省区票号重复制作问题 拿下国泰世华银行 百分之百的接单 好 因为现场的人潮比较多 需要穿过重组的人潮 来到台上 来 我们掌声欢迎他 请上台 好 下一位要上台的是 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长 刘仲成 由胡修如代表领奖 开创智慧书架引进机器人 让读者使用APP 就能够借书寻书 恭喜各位得奖人 请大家往前站一步 我们一起跟颁奖人进行大合照 好 因为人数不要众多 所以请大家稍微侧身一点 稍微侧身 来 侧身 确保自己都能够入境 好 稍微往后退一点 大家往后退一点 这样的摄影师 才可以让大家都入境 好 大家可以靠近一点 今天是大家领取这个荣耀 并且互相认识一个最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靠近一点没有关系 好了吗 好 OK 那我们线上的亲友团 线上的加油团是不是 哇 好多人啊 非常的壮观啊 那我们请大家 露出我们的笑容好吗 露出笑容 来挥动你手上的牌子 不管是加油牌 还是公司的几牌 这个大家不带我的口令 就开始献花了 好 那就献花吧 来来来来 献花献花 没问题 拿着花拍照比较好看 好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 一起看着我们的摄影师 包括我们在线上的亲友团 看着我们镜头前方 我们一起记录着美好的一刻 好 OK 那就是发表感言的时候了 我们得奖人 有没有要发表感言的 请举手我们的同仁会将麦克风 递给您 主办单位好 我是佳生 从Hewlett Packard HP在台湾51年了 透过疫情 展开的数位转型 我相信很多企业都有感 那也因为台湾这块宝岛 所以让数位转型这个过程里面 对HP来看 产生了很多商机 HP在台湾每一年采购千亿 跟OEN ODM的合作 所以HP希望能够跟大家 有更好的下一个50年迈进 那至于我个人的部分呢 谢谢台大EMBA给我这两年的思想改造 让我有更多勇气 面对更多挑战 谢谢主办单位 谢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那还有没有哪位要发表感言的 首先要谢谢主办单位的肯定 然后还要谢谢北科大邱院长的推荐 还有翁指行长 陈指行长的推荐这样子 还有谢谢爸妈 这一次回来隔离真的很值得 那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那还有哪一位得奖人 想要发表感言的话 欢迎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 恭喜台上的各位 请先入座 我们请 对 我们请我们的刘班奖人 帮我们继续留在台上 是 我们请台大EMBA的刘执行长 帮我们继续留在台上 继续帮我们颁发服务创新奖 好 接下来要上台的是 宠物百分百肯定公司的执行长 黄聪韦 秉持的兽医专业 提供24小时兽医院 株支医疗 兽医师教育等服务 整个数据提供更有益 毛孩健康的建议 好 谢谢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最能数位服务 股份员公司 GoShare 新事业总监 江家伟 设计观光区定点借还的服务 开发企业专属方案 共享机车服务上线来年多 每届的百万用户 来 我们恭喜 恭喜江总监 恭喜 好 请先往后退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洪家机车事业集团总经理陈庆权 云嘉南地区最大的机车销售体系 推出专给机车族群的APP 打入了地方观光生态圈 我们恭喜陈总经理 来 请上台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安永汽车 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康泰 坚持给顾客最专业的咨询 从最初一家保佣厂转型 到成为十二家汽车专业服务的中心 恭喜 来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台湾宅沛通 土汇轩公司总经理徐庆益 打造AIoT行动中心 减少违规的成本 年互利成长百分之二十九 创下上市以来新高 恭喜 下一位上台的是 云林县政府计划处的处长李明月 疫情期间在十四座大型传统市场 安装了人流天线 打开APP就能够侦测到人潮 恭喜 请先来后方稍视等待 下一位是台北荣民总医院 桃园分院的院长吴兴华 引入了渝美厅室接种法 提升医师的效率高达百分之五百 好 恭喜 下一位是Lalamove Taiwan 台湾负责人丁晏宇 三十秒及时煤盒物流司机 捷信档期最多为商家省下来 百分之五十的建置物流成本 恭喜您 请上台 好 恭喜 下一位上台的是 耿豪企业股份研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黄辉斌 精简流程投入了人力研发 制造部分设备时间 从三十天缩短到七天 突破重点液先天的限制 好 我们请所有得奖人 往前站一步 我们一起大合照 来 稍微侧身一点 因为人数众多 稍微往后退一点 我们让摄影师可以把 大家的身影都记录下来 好 我们线上的亲友团 线上的加油团 好 这次人数更多了 好 大家的镜头要记得打开 我们云端加油的朋友 线上镜头记得打开 好 那我们一起看着前方 跟着我们的得奖人 跟我们公司的经理人 我们一起来个大合照 OK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 我们的刘班奖人先回座 我们的得奖人继续在台上 我们要开放线花的时间 我们请刘招手先回座 谢谢 好 来 开放线花 好 献花完毕之后呢 就是发表感言的时间了 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 想要发表感言 感谢我们主办单位经理人 那这一次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在我这个产业 我们耿豪公司已经成立33年 我们在配电盘的产业 是很寂寞 而且默默耕耘的一群 在科技那么进步成长的状态下 那我也感谢中央大学EMBA 我进入中央大学EMBA 修这个课程之后 那么尤其我的指导老师 也是我们中央大学EMBA 前执行长 他是我的论文指导教师 然后我在经过流程改造之后 让我们这个产业 配电盘的产业 在默默耕耘之下 没有办法跟上 我们时代脚步的状况下 经过流程改造 让我的业绩 在同样的状况下 成长了不少 这是我很感动 真的也感谢我们公司 耿豪公司所有的同仁 也感谢我中央大学EMBA 所有的老师教授 以及我所有的同学 对我的鼓励 今天真的很感动 也谢谢 感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耿豪企业的黄董事长 还有没有哪一位 要发表感言的 欢迎发表感言 这边有 我是台北荣总 桃园分院的院长 卢新华 那在这边 首先感谢经理人月刊 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让我们的台湾的社会 还有产业能够更加的精进 更加的发展 同时 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在台北荣总桃园分院 在最近的这几年 一直的每年的在进步 所以我们的医疗业务的成长 在2020年 已经是成为台湾北区的成长率的第一名 同时在疫苗接种的部分 防疫的部分 我们引进用最新的一个 桃园式的打法 让接种疫苗的人 能够更安心 安全 而且更有效率 所以本院在疫苗接种的部分 我们目前已经接种了 30多万剂的疫苗 是全桃园市的第一名 最高的一个 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的家人 还有感谢我们本院 所有的员工 我们的医护同仁 还有我们的行政人员 大家群策群力 一起来努力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这边要非常地感谢 也感谢 再次感谢主办单位 谢谢 谢谢 谢谢院长 好 这边还有一位 大家好 我是毛小孩的兽裕爸爸 黄崇伟 核发行人 素兰姐 谢谢你们举办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那我这边有三个感谢 第一个要感谢我的团队 因为没有我的团队 我今天根本不可能站在这边 跟大家讲话 那第二个感谢是感谢我的家人 就是有他们支持 我们才可以一路走到今天 那第三个要感谢一些学校 就感谢屏东科技大学 让我成为一位兽医师 感谢台湾大学EIMBA 让我知道兽医师 除了在诊间以外 也可以走到外面 服务更多的毛小孩 那再来我要感谢AAMA 就是这个地方 让我成长非常非常多 那台湾 其实这几年宠物有在发展 但是宠物医疗的部分 其实还需要 更多的兽医师的加入 跟推广 那很感谢 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站在这边 真的十分感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宠物百分百 黄指寅长的分享 还有没有哪一位 好 还有 各位大家好 感谢经理人月刊 和发行人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荣誉 那我是宅配通 许庆益 我在这边 一样也有三点感谢 那首先是感谢我们宅配通 两千多位的大嘴鸟的弟兄 那其实在疫情期间 我觉得他们是克服这个疫情的困难 那他一样把这个 对抗这个疫情的过程 他一样把服务做到位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台湾经济 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所以在这边一定要感谢他们 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要感谢我们的客户 包括MOMO的总经理 谷总 还有我们9EAPP的何总 还有包括我们绿界科技的黄总 也非常恭喜各位 其实他们都是我们重要的客户 因为有他们的支持 我们经济的发展 才能够那么顺利 那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母校 政治大学 这个DBA的产业博士班 在我们余老师的 给有很多指导 在面对经营的困境 我们能够创新的突破 再次感谢各位 也谢谢各位的力领 谢谢 好谢谢 我们谢谢台湾宅配通的 许总经理 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安永汽车范康泰 我们是汽车的医生 我们把客户的车视为自己的车 以同理心来解决车主的需求 这也是我最重要的 最简单最重要的管理模式 我非常感谢我的指导教授 李小梅老师 让我的团队 在角落默默的付出 被看见 被大家鼓励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没有理念 努力往梦想前进 真的非常感谢 感谢中央EMBA 感谢MVP经理人 让我 及我安永汽车团队 感到无比的荣耀 我们会持续努力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安永汽车的范总经理 核发新人还有经理人乐团 感谢这个机会我们可以 我是GoShare的江教育 你看有点紧张 连名字都忘了介绍 我是GoShare的江教育 很开心能领这个奖 但除了感谢以外 我想趁这个机会 因为很难得把台湾很棒的经理人 特别这个MVP这个活动 把经理人聚集在一起 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 那个ESG这件事情 是每个企业现在都很 花很多力气在着手 的地方 那GoGo集团GoShare我们提出了 这个GoShare for Business 这个方案 就是希望打造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 来做ESG这件事情 过去可能是买iPad送偏箱 那我们可以把日常的通勤 公务车这些等等的需求 都纳到这个平台里头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呢 就可以列印一件 把这个ESG的报告 跟减碳的成效 放到你们的财报里头 所以想趁这个机会 跟各位台湾最重要的经理人 邀请你们给你们报告 我们有这个服务 那也欢迎随时联系我 让我们有机会来向你们提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GoShare江总监 何创办人 还有各位经理人长 各位贵宾 大家好 我是宏家机车事业集团 那我很荣幸我是传统机车行 能够得到这个奖的 那目前我是代表 整个台湾四万家机车行 在做传统产业的转型 那希望我可以得到这个奖之后 让这些机车行知道 我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欧求点 而是我们已经进化到新的一个世代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宏家的陈总经理 好 那如果没有这个得奖人要发表感言的话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他们 恭喜他们 来 请先入座 那大家刚才应该有不断听到了 很多得奖人都感谢他们学校念书的 不管是MBA或是MBA的老师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多读书 如果没有时间去学校收正规教育 就订阅经理人月刊吧 好不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产品创新奖 我们想要先邀请我们的颁奖人 是台湾师范大学EMBA的 王世如执行长 请上台 那请颁奖人上台 来 您就定位之后呢 我们就要依序请得奖人上台了 首先邀请上台的是 优客美有限公司实验室 管理长邱新慧 研发AI视觉辨识系统 三秒完成霉菌的辨识 揪出制成中的发霉因子 替客户降低产品发霉的几率 好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香港商联保电脑 有限公司台湾中公司总监 许瑶能 缩短了新品的开发周期 提早对手三个月进行量场 拿下PC市战律全球第一的宝座 好 谢谢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是 瑞德林国际股分研公司的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冠婷 开发了无绳的窗帘 减少孩童被绳子缠绕的风险 以后研发可以快速更换的 医用格帘 恭喜 下一位是 新昌铝材制品香港有限公司 总经理简文艳 实验新材料获得许多专利 研发铝合金的特殊材料 延展性 抗拉强度更增加 好 恭喜您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方圆国际事业股分研公司 总经理王国良 专利研发智能的脆茶几 以精致化的手摇引进军国际 卖出一亿杯的台湾珍奶 恭喜 好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是 元大证券投资信托 股分研公司的执行副总经理 吴婉芳 首创股票型台股基金双配息制度 缔造基金市场 新募集资金462亿的记录 恭喜您 好 恭喜 好 恭喜 好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是 两个月内产能提高了25倍 一年内产出500万的施迹 恭喜 下一位是 乐屋国际资讯国际公司的 总经理肖振华 致力于提升使用者的体验 2020年透过平台预约 看屋超过了18万人次 好 恭喜 我们请所有得奖人往前站一步 来 我们一起来进行大合照 来 因为人数众多 大家是不是稍微往后退一点 来 往后退一点 并且帮我们侧身 让两边我们所有的得奖人 都可以入境 好 恭喜 我们大家看着前方的摄影师 还有亲友团 好 OK 好 那我们请线上的亲友团 线上加油团 你们在哪里 好 大家都出现了 好 那我们挥一挥手上的牌子 记得开镜头 好 我们一起看着前方 好 恭喜 恭喜 谢谢 那我们先请 王颁奖人是不是先帮我们入座 王颁奖人可以先入座 那这个时候 想要献花的同仁 欢迎上台献花 来 不要害羞 赶快 恭喜 恭喜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团队的成功 不仅仅是今年的成功 更是团队的成功 可以吗 好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交由得奖人 有没有要发表感言的 欢迎 和发行人 主持人 现场的各位先进嘉宾们大家好 那非常感谢经理人月刊呢 给予YCM优客美在 霉菌研究领域这一块的创新技术呢 给予肯定 虽然霉菌它是一个很冷门的科目 但是呢 未来YCM优客美仍会持续的在霉菌的研究领域生根 为品牌制造端还有消费者发声 创造可以深口呼吸的世界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优客美的邱管理长 时间掌握非常精准 来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新商旅财制品香港 有限公司久彦 首先我想感谢经理人杂志 让我有这个机会参赛并获奖 再来我想要感谢我的母校台北科技大学 的管理学院求学医院长 还有陈凯寅博士 范淑凯博士 还有我的指导教授林志平博士 在现场 志平博士 谢谢 当然还有一路走来最支持我 以及爱我的太太范雅如 美亚在不在 谢谢 一路走来我想一直坚持 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努力 创新求变 那碰到困难 我想就是要懂得要去转弯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事这个冰冰冷冷的 女制品这个行业来讲一直坚持的 那再来就是要感恩的一个心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一路走来我想包含老师包含这个亲戚朋友都一路中旁的支持 所以呢今天这个荣耀我想献给我的学校台北科技大学 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以及我最爱我的太太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新昌旅业的剪总经理 合发行人 经理人杂志的工作小组 然后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下午好 那我是联保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许瑶能 那我在这边想要发表一些感应 就是呼应到这个主题的所谓的迎战这个新常态 因为其实COVID-19肆虐到现在已经快要两年了 其实我相信大家所有经理人的工作形态都在改变 以前一个策略可以用一年 现在一个策略可能两三个月就要再换一次了 那面对这样市场不断在改变的环境 那其实我们已经调整好形态来去面对这些挑战 那现在唯一不变的东西其实就是变 那不断地改变才能够适应市场的这个变化 那今天能够得到这个荣誉的话 要感谢的人很多 那当然得到这个奖是一个肯定 那也相对的 我相信对今年得到所有百大经理的人也是一个压力 那最后我感谢一下我们公司的马总 还有这个马总经理还有林总 那还有我们这个北科的这个翁院 然后还有TA的理事长 吴理事长 OK 好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联保电脑的徐总监 大家好 我是嘉皇子业 廖佩玲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经理人百大MVP的肯定 我们是传产中小企业 然后我们 我今天得到这个荣耀 要感谢我的推荐人也是前几届的百大MVP得主 吴梦荣 吴总 他在现场 跟大家回首 因为他的鼓励还有推荐 我就鼓起勇气参加这个 这个奖项 然后我的这个荣耀归功于我整个团队 江皇子业的所有的同仁 那最感谢的也把这个奖献给我在天上的爸爸 接班传承不容易 对不起 接班传承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曾经的一个不珍惜 现在他不在身边了才知道很珍贵 嘉皇子业 带带相传 绿色诚意永续不喜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嘉皇职业的廖董事长 大家好 我是嘉澳一财的史文飞 然后我们是台湾第一件吸血内裤的厂商 然后一直致力于提升女生的新奇体验 那我在这边很感谢经理人月刊给我的肯定 因为其实我在高二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有看到经理人的创刊号 从那边开始我大概定了号经理人的经理人月刊 所以对我来说 今天能够获得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在我人生在来很重要的一大部分 然后也感谢就是我们创业初期的时候 加入Apple Wars创业加速器 然后就是在我还是 就是新创的小朋友的时候 那边给了我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以及到我现在都还是受那边的帮助很多 也在那边认识我的先生 感谢我的合伙人跟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事 就是我相信一个企业的成功 都是有不只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努力和力量 都是我背后的团队的支持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佳瑶依才的史创办人 好 那还有没有哪一位要分享 如果没有的话 这边有 好 主办单位何先生好 还有在座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乐物国际的肖振华 那我就简短的感谢一下 我们在乐物国际的所有52位团队的伙伴 在这段时间能够接纳一个 从YD过来的一个主管 然后一起打造一些新的服务 给我们的使用者 那这段时间非常感谢他们 那我在这边再次表现我的谢意 谢谢 谢谢 谢谢乐物国际的肖总经理 好 那我们是不是再次的掌声 我们感谢我们台上的得奖人 也恭喜他们 谢谢 谢谢 请大家先入座 谢谢 来 请帮我们从我的右手边入座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再次邀请我们 台湾师范大学EMBA的 王世如执行长上台 带我们的颁奖人 继续为我们颁发产品创新奖 我们掌声欢迎他 那我们要邀请上台的得奖人 包括 泰国龙进 志代股片公司的董事长 黄红居开发农业用与工业用的遮阳网产品 营收连三年都破两成的成长 来 恭喜一起看着前方的摄影师 恭喜您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是义渡企业 股片公司的总经理 刘景华 提高节能设备的产品与众 电渡设备省电 高达百分之五十 省水达百分之七十 来 我们恭喜义渡 好 谢谢 下一位上台的是 巨岩科技股片公司 化学分析仪器事业群 研发检测多重动物用药残留的技术 检测时间缩短了十倍 获得卫福部食药署的认证 我们恭喜 恭喜团队请上台 好 恭喜 请三位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伟胜仪器工业股片公司 总经理陈文翰 设立研发 投入了品牌经营 开发全自动的设备 十年营收成长了十倍 恭喜 下位上台的是 家威生活股份圈公司的 董事长陈硕灿 光电业转型 餐厨的家居用品的公司 一条龙的服务 创造优势 EPS或十元 好 恭喜家威 下位上台的是 成茂企业股份圈公司 总经理林伟提 切入了军事 五星饭店的餐盘 以及花旗的产业 百经美学 一声尽力 达到三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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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益泉精密股份圈公司 董事长黄宪仁 打造自由品牌 专注技术的研发 获得2021年的 台湾精品奖 恭喜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位上台的是 军医平台教育基金会 董事长兼执行长 吕冠伟 疫情期间 攜手各大学习资源的平台 推出一站式的远端学习专区 单天最多有五十万人 上线学习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个上台的是 谁说 营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廖树宁 由廖继兵代理 安排消防培训的课程 打点实际火警拍摄的现场 台湾首出的消防职人剧 火神的眼泪幕后推手 好 好 恭喜 恭喜各位得奖人 请帮我们往前站一步 跟我们的颁奖人一起合照 好 因为人数众多 大家可以侧身 可以靠近一点没有关系 我们正前方的摄影师是不是都捕捉 大家这值得纪念的一刻了呢 好 那我们线上的亲友团 线上的加油团 你们在哪里 来 请把自己的镜头打开 我们一起看着您的镜头 看着前方的摄影师 我们一起来合照 OK 好 那现场的亲友团要献花的 请趁现在 来 欢迎 欢迎上台献花 好 我们也可以请 我们的颁奖人可以先入座 好 接下来就是大家发表感言的时间了 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要发表感言 欢迎举手跟我们的同仁说一声 感谢主办单位 我是泰国龙进 自带股份训公司的王洪君 顾名思义 我是来自泰国 在泰国我们是做传统产业的 编织产业 编织带的产业的 也是在泰国唯一一间 能够生存到现在的一个公司 感谢台北科技大学 陈建成教授 还有陈明坤教授的推荐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泰国龙进的黄总市长 核发行人 还有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是军医平台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冠伟 在这边要先跟核发行人报告 七年前的时候我在上周出版出书 谢谢邀请 出了在白天做梦的人 那个时候从一个医师转到网路教师 而七年后可以用经理人的身份来领这个奖 非常的开心 而军医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因为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但是如果您有中小学的小孩 可能在停课的期间 它在运用的就是军医 因为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免费的数位学习平台 从小一到高三都有 那一天五十万人 一百万人上线都不会挂掉 那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跨领域的人才的平台 从包含我自己是台台医学的背景 到台大资工 台大法律 各样背景的人才 都联合在这个里面做不一样的事情 最后跟各位更有关的是 我们是一个CSR的平台 包含台积电跟Google台湾 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那我过去没有受过太多商管的训练 因此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董事会 还有军医教育平台的创办人方信舟方先生 以及董事会里面的包含 Google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历峰先生 台积电的资深副总 何丽美女士 然后以及就是台大EMBA前执行长李吉恩教授 他们都是我很好的导师 那在这里也再次谢谢大家 来恭贺在座的其他各位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军医平台教育基金会的吕董事长 核发行人还有在做MVP的得奖人 大家好 我是陈茂板金林伟提 我印象很深刻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经理人月刊 那时候因为就是希望工厂要转型 所以在这个杂志里面发现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一些想法 然后在13年后我终于也拿到这个奖 非常开心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恭喜全茂企业的林总经理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 那我是 那个也是二代接班 那我们也是在转型过程中 从 不好意思 从转型的过程中 从没有人默默无名 然后到现在我们逐渐达到电子产业 那我们在这路上非常感谢一路上跟我们一起走过的员工 跟伙伴 那有他们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更加面对未来的挑战 那也感谢台大EMAS管理专班 在念书的过程中带给我许多崭新的观念与整合的思维 谢谢大家 那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 谢谢 谢谢 谢谢盛伟一气的陈总经理 我们那个 主办单位的这个 感谢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 肯定我们自己在这个产业的努力 那我很感谢我在北科大 我们的教授们的指导 那同时也特别感谢我TA的理事长 声策学长 理事长给我们的这个支持 让我们在学习的领域同时发挥在我们的产业里面 那我自己是从事一个传产 我做机械的 那因为进入学校的殿堂以后有很多新的思维 然后能够带领同仁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域有含金量非常的高 每一位经理人背后都有一群 那同时也在台湾的经济有很好的发挥 那今天呢站在我旁边这个军医的执行长 我其实在一些资讯上有看到他的报道 所以站在他旁边觉得很动心 所以我想把我手上这一束花献给他 我想有这样的年轻人为我们这个社会经历 是我们很大的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邮总经理 这也是一种鼓励 也是一种分享 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得奖人想要发表感言的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再次掌声 我们掌声我们恭喜他们也请先入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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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是 行销创新奖 我们同样我们要请到颁奖人上台 我们的颁奖人是中央大学EMBA的李小梅执行长 请上台带我们的颁奖人 当您占定位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邀请颁奖人上台 首先邀请的是 安东贸易股肺建议公司 休闲产业事业处的协理钱志欣 新车上市前的市城 举办重机的教育营 好 恭喜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国泰饭店观光事业 总经理及执行长庄婉华 因为不客前来 由业务行销协理王树荣代表领奖 七首X PARK水族馆与乔虎乐园 创造COSE BLUE 还有义桃园馆的开幕 半年八成满房的佳基 好 恭喜 恭喜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是阿霞饭店 美味求征股肺建议公司的营运团队 翻转六十年台南老牌的台菜 引进洋酒佐餐 来吸引年轻的散客 设计精品外带菜的礼盒 年销于万分 恭喜 好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石宇餐饮股肺建议公司的执行长 曾国献 由陈亚军代表领奖 代理日本人气的生土司品牌 设计内用打卡热点 推出多档的新级主族 联名快展 精品主司年销近七十万片 恭喜 恭喜 恭喜石宇 好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展生生鲜企业股肺建议公司 招路渔铺观光工厂的总监郭美足 紧赖的会员 将渔产观光工厂的游客变成常客 疫情特用线上宅配包 业绩年增达到五成 我们恭喜 展生生鲜 恭喜您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新北市三峡区农会总干事张永巨 开发金奖农产新品 成立直播直卖的通路平台 带动在地农特产交年增千万 恭喜大家 掌声可以用力一点没关系 我们今天下午就是掌声不断 恭喜 下一位是 亚护奇摩 亚护奇摩媒体业务 事业群的总经理方银杰 以虚拟实际的技术创造线上体验的行销 吸引了五千名现在的客户参与展会 来趁势行销公司主力的广告产品 来 方银杰总经理 来请上台 好 恭喜您 恭喜 好 我们也请所有的得奖人往前站一步 跟我们的颁奖人一起进行大合照 好 所以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入境吗 好 大家靠近一点 好 恭喜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线上的亲友团 线上的加油团 你们在哪里 请入境 好 大家都出来 记得把镜头打开哦 好 大家挥舞手上的手举牌 露出你的笑容 好 大家挥舞手上的手举牌 我们一起看着正前方一起入境 好 我们先请礼颁奖人先回座 我们得奖人继续留在台上 接受我们亲友团的献花 来 我们现场的同仁亲友团 欢迎到台上来献花 这是属于大家的荣耀时刻 好 那献花结束 就是我们的发表感言时间了 有没有哪一位得奖的经理人 想要发表您的感言 来 非常感谢经理人月刊 发行人何飞鹏继团队 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让在座的每一位经理人 所做的成就 有了得以见证的荣耀 得奖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得奖是为了鞭策自己 一定要不断地努力 继续创新与领导 才不会愧对这个奖项 以及经理人月刊 对这个活动的用心 接着我要非常感谢 我生命中的贵人 以及台大经验班 还有中心大学EMBA的栽培 最重要的是我的亲爱的家人 我的爸爸郭振华 我的妈妈张景云 还有疼爱我的公公婆婆 还有我的先生廖振宇 今天也亲历现场 来帮我拍照 由于有家人满满的爱与关怀 让我的心中 一直保有正面的能量 来迎接新常态 来创造新商业模式 最后祝福大家 心中有爱就无障碍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MVP100的经理人冬耀 我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 因为我们雅虎在过去 这两年来 我们面对新科技日新月异的改变 我们团队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突破现状 让创造业绩不断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另外我们在新科技方面 大家最熟悉的元宇宙这个议题 我们在四五年前就踏入 那么在这段期间的一个发展 我们在昨天DMA的起点奖 荣获一金二银二铜 以及行销技术类的大奖 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迈进之中 我们也能够不断的带给客户 更好的体验 以及更好的经验 让品牌跟产品 能够不断的跟消费者沟通 帮客户创造他的家机 那也谢谢各位 应该说谢谢我们的团队 大家一起的努力 还有我们的客户的支持 另外我最后要谢谢我们政大契价班 有师徒老师的一个带领 让我们不断的在行销领域的脑袋里面 不断的刺激 让我们在听说独享这几大的领域 让我们刺激我们脑袋 还有产业的 来自不同产业的同事 伙伴 客户 让大家能够很好的发展 再次谢谢主办单位 谢谢 谢谢 谢谢雅虎 奇摸 媒体业务事业群 方总经理 欢迎人 还有各位贵宾 各位我们MVP的百大经理人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三峡区农会 总监事张永巨 很荣幸 特别感谢我们北戈大的翁远 我们五行长 还有我的顾问 建华学长 谢谢你们 在座跟各位企业组报告一下 如果你们要买东西 买好的农产品 最便宜的不一定要找农会 可是如果你要找最新鲜的 最安全的 欢迎到全国各农会来选购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三峡区农会的张总監事 好 那还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在这掌声恭喜他们 谢谢他们 请大家先入座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次邀请我们的颁奖人 中央大学EMBA执行长李小梅 李执行长请上台 带我们的颁奖人 好 那接下来 唱名道的就请上台 接受颁奖 包括 只要有人社群顾问委员公司的执行长 陈思杰请上台 请上台 他们即时监测数据打造内容 88分钟完成触及300万的推文 恭喜您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亚太半导体设备国民众公司 行销继智权资深经理 邱晏兰 与专利说明内加入了数学室 来凸显产品竞争的优势 恭喜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豪生纤维科技股分级公司的董事长 陈明聪 世界前三大 无成衣厂 来助台湾防疫带回了200%的营收成长 恭喜您 恭喜请先往后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展击国际股分级公司总经理林嘉章 推动数位转型打造通路平台 营收翻倍成长达到172亿 请上台 好 恭喜 下一位得奖人是 群传媒股分级公司 我们恭喜群传媒 好 恭喜 恭喜 请先往后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乐视达集团 耀仓电子股分级公司 创办人兼执行长林耀池 收集消费者的回馈 来说服原厂客制化商品 石头扫地机器人S7 已经物资而穿过了两亿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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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先往后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宜和餐饮集团 台湾必胜客总经理梁家俊 由张晓玲代表上台 分析顾客购买行为 加强网络行销 官网成交率平均提升了15% 恭喜 来 请各位得奖人往前帮我们站一步 好 跟我们的颁奖人 女执行长一起合影 好 谢谢 那我们的线上的亲友团 可以入镜了 好 线上亲友团很兴奋 好 那我们一起看着我们前方 看着您自己的镜头 我们请现场的朋友 看着我们的摄影师 来 台上有得奖人看着我们摄影师 OK吗 好 OK的话 那我们先请颁奖人先入座 来 我们请李颁奖人先入座 我们现场有没有要送花 要送花的同仁 趁着现在赶快可以上台送花 恭喜 恭喜各位得奖人 这个献花 非常非常的热情 好 那如果献花结束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 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 想要发表感言 欢迎 市场的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Ring Wu 读墨电子书的执行长庞文珍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 还有评审 发了这个奖给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奖呢 应该是属于我们团队的 也就是过去九年来 三十九人的团队 不断地坚持 不断地努力 才可能有这个奖 因为没有团队 就不会有Ring Wu 也就不会有这个奖 那我也要非常感谢 就是读者 九年来 接近九十万的读者 使用Ring Wu 电子书 所以我们才可能有这个奖 读者不断地对我们的要求 不断地使用 不断地喜爱我们 所以我们也才可能存在 在这个社会上 那最后我希望现场的所有的经历人 也都能成为我们Ring Wu 电子书的读者 这样就可以一起跟我拥有这个奖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感谢Ring Wu的旁执行长 核发行人主办单位 以及各位现场先进嘉宾 你们大家好 我是热士达集团执行长林耀驰 我想说的是行销真的很重要 那在三年的时间内 我们的团队把石头扫地机器人的市占率 从零做到现在的市占超过六成 市占第一名 那在群众募资的领域 我们也创下台湾最高金额 在最短时间内达到2.1亿的成绩 那今天能够得到这个行销创新奖 当然是要先 最谢谢我们自己的行销 以及业务的团队 那在这边也要另外特别感谢 另外两位现场的得奖者 是MOMO谷总经理 以及星光三月的欧阳副总经理 他们在这个线上 以及线下通路给予我们的支持 那最后也期待我们这边 跟各位的公司的行销 或是业务部门 不管是在通路上 或者是在商品上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激发出 能够产出高营收的好点子 那再次感谢主办单位以及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也恭喜乐士达的林创办人 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 要发表感言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掌声恭喜大家 请大家先入座 谢谢 请大家先入座 谢谢 好 我们流程走得非常的顺利啊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未来经理人奖 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颁奖人 经理人月刊 何飞鹏发行人先上台 来 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何发行人 好 第一个要上台的是 KK Stream的总经理蔡宜仁 KK Stream摸索出串流及服务的新商模 日本第二大电信商 KDDI 以及台湾的中华电信 TVPS 盐滑等都是他们的客户 恭喜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位上台的是星光三月 营业本部副本部长欧阳慧副总经理 将实体商品转线上销售 十四天内成立了SKM Online 业绩较转型前成长了七倍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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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位上台的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 第五救災救护大队大队长邱淵明 好 业大队长好像听说他四点多的时候就得离开 我们是不是请代表人来上台 全国首创无人机队现场勘灾 可应用于沙洲山域以及水域的救援等的特殊灾害现场 目前已经培训了39名易小警取得了操作证 恭喜 好 来 下一位上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公所的区长乌宗仁 推广淡水地区环保产品的团购 资源回收 所得回馈社区创造绿色经济 或者环保署低碳永续家园迎集认证 好 我们恭喜吴区长 恭喜 好 请先往后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八百金股费圈公司的运营长 林怡萍 推动无农药农业和友善环境的生态村 2019年著手操板第二品牌十虎米 童年业绩较前一年成长了一倍以上 好 恭喜 下一位上台的是台湾牙艺通股分圈公司创办人继执行长陈清张 创办全台最大牙科资讯整合平台台湾牙艺通 主要产品要服务是牙科材料电商 线上精彩课程 以及牙科诊所开业的顾问等等 注册牙艺师会员人数超过了八千人 好 恭喜吴区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伊鼎科技股分圈公司总经理张灿 2017年成立的伊鼎科技 HELLO 健康 以经营健康生活内容网站为主 HEEHO 瞄准了二十到五十四岁的族群 增加了营养 运动 健康检查等内容 越居健康数位媒体的第一品牌 好 恭喜 下一位上台的是 联芯医院管理顾问股分圈公司 联芯国际医疗集团资讯部 請上台 提供 医院经营管理技术服务与咨询 整合263家医疗机构的资讯 协助地方政府建置区域照护平台 好 恭喜 恭喜典芯 请先往后站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远传电信股分圈公司 智能物联领堂桃园团队 好 由陈雅仪以及团队一起上台 承载了桃园市全面换装 节能智能路灯继维护案 北区负责换装与运运 超过七万盏智能LED节能路灯 协助桃园市政府獲得 2020年兆明金指奖 好 恭喜 恭喜团队 接下来上台的是 罗宾斯科技股分圈公司的运营长 以及执行长 林亦凡 还有李杰明 媒合营业用司机来投保 适合的车型 透过官网line做到一件的投保 投保规划等等 让过去投保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 能够缩短最快到三十分钟 服务超过一万多台的自行车 恭喜 请先往后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杨基通运DHL 国际快递台湾总经理黄勇军 由莫艳之代表上台 推动林台放运物 全台运物车电动车 提升达到百分之十一 好 恭喜 请先往后一步 接下来上台的是 台湾低碳集团总经理张三合 协助企业来规划与建制太阳能的光电系统 年绿电产量余5800万度 恭喜 好 恭喜 请先往后站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CloudMile万里云创办人G 执行长刘永信 协助企业上云发展AI技术 来获得Google Cloud 公布门年度最佳合作合伴 是亚洲第一家获得此奖项之云端服务商 好 恭喜 下一位上台的是 达方电子股份圈公司董事长苏开建 20年全球键盘大厂转型做e-bike 发展自由品牌绿能事业两年内成长近一倍 恭喜 好 请先往后一步 下一位上台的是 菜虫农食股份圈公司创办人G 指引长李玉德 在宣布三级警戒六天内 就推出了输果香的平台 穩定供货上架到PC Home以及Momo 好 恭喜您 好 因为人数众多 大家是不是来 我们稍微往前一小步就好 然后大家稍微站近一点 帮我们侧身 这样子我们确保 我们的摄影师能够让所有人都入境 如果要赞成两排的话 也请第二排的得奖人 记得让你的脸可以露出来 稍微后退一点 我们整体后退好吗 两排都稍微往后退一点 这样摄影师才能够把所有人都入境 我们两排一起往后退一步 好 可以吗 我们摄影师大家都能够入境吗 好 我们请同仁在台上协助安排一下 大家尽量側身 好 我们側身靠近一点 好 我们可以个子高的往后站 好 我们可以个子高的往后站 德奖人往后站 可以吗 可以靠近一点 大家侧身好吗 侧身 来 侧身 确保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入境 好 这边还要再进来一点 对 可以吗 都可以入境吗 来 我们摄影师一定要瞧到一个 最好 大家最好的姿势 全部都可以入境 最好的位置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开放线上的亲友团 好 线上亲友团都非常热情啊 来 恢复一下你们手中的牌子 露出你们的微笑 跟着我们台上的得奖人 一起入境吧 OK 可以吗 OK 可以吗 好 恭喜 我们恭喜各位得奖人 也谢谢台上的亲友团 谢谢我们这个线上的亲友团 好 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合社先回座 好 我们先请和发行人先回座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献花时间咯 来 现场的亲友团要献花的 欢迎到台上来献花 好 我们可以想见 这一part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踊跃 我未来的经理人 感谢你们的创意还有创新 OK 那大家都献花了吗 也拍照了吗 如果都献花也拍照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发表感言 有没有哪一位得奖人要发表您的感言 非常感谢何创办人 以及各位评审 以及各位嘉宾 我是台湾低碳 以及台湾碳资产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三合 我今天这个从现在开始 从刚刚到现在 我看各位VP MVP经理人 都是大企业的公司 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的 一些重要的经理伙伴 那相对一下 相对呢 我们公司就变得非常渺小 也非常的那个 那个 是一个微不足道 不过我们 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得到 未来的经理人 我就谈谈过去跟未来 我用短的时间 我们过去2009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台湾低碳做过 无数很棒的太阳光电系统 很高兴能跟举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地面型电站 得到当年的光夺奖 那到了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当选 这个MVP经理人 我想我要有两个感谢 跟两个期待 我要感谢这个经理人杂志 这次让我获选 那也要感谢我的公司团队 今天我的这个头衔绝对不是我个人 我们公司有很棒的一个 一群默默耕耘的一个工作伙伴 另外我要感谢我的那个家人默默的支持 同时我有两个期待 一个期待是我们在过去 在今天这个ESG投资浪潮下 我们各大企业未来庞大的ESG需求 在绿电交易 以及绿色资产的交易 乃至于现在的凭证交易 以及未来碳交易的部分 我们台湾碳资产 能够为各个企业做更大的努力跟服务 这是我的期待 第二个期待 我们在这个电动车的充电CPU的 这个营运商的服务上面 很感谢有这个API的技术的完善 也感谢这个AIoT的技术 我们现在已经趋于这个成熟 我们在这个在Fintech 以及AIoT以及API技术的支持下 我们已经完成Begin的一个后台跟前台的软体服务系统 就在下个月要上线 这里有很多电动车的前辈 跟我要感谢他们 在硬体的部分做得很完善 我们从台湾的软体上面走手 以及科技服务的加入之后 我们可以创造很大的一个 未来这个电动车这个里程焦虑的区画 我们会愿意做得更好 这个谢谢 这是我个人感想 好 谢谢 谢谢总经理 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特长人 好 大家好 我本身是一位牙医师 所以在这边可以证明说 一个专业的医疗的医师 也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经理人 非常谢谢经理人杂志 让我们有许多的文章可以去阅读学习 谢谢何舍 也谢谢素兰姐 尤其是何舍跟素兰姐 一手推升这个AAMA的摇篮计划 让我们这些新创 都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 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经理人 谢谢我的家人 谢谢我的团队 我们要把台湾牙医通 打造成全球牙医通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陈创办人 记者新长 好 还有 大家好 我是Cloud Mile 创办人 Spencer 那首先要非常感谢何舍 以及主办单位给予的肯定 那在这 Cloud Mile 是一家 在云端以及AI服务的新创公司 过去五年 我们每一天都在自立实践数位转型的 每一步 每一天也都在创新 也都在进步 我想今天的肯定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 Cloud Mile 所有的经营团队 不许多 juror 将会 封与副正向运动 还是我们的肯定 这是我们的肯定 那我们的肯定 不许多解 也没有高兴 所以我们的肯定 我们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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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多好用 所谓的心理 谢谢大家 好 還有哪一位得獎人要發表感言的 大家好 我是代表遠傳電信 那剛剛大家在座都有談到就是數位轉型 其實遠傳電信一直致力於大人物 就是數位轉型的推手 那我第一個我先感謝就經理人的何董事長 再來就是我邁向第二個學習的人生是 中央大學李小梅教授 那我還要再感謝的是遠傳電信 那謝謝他有這樣的舞台讓我們團隊 可以來到這邊分享數位轉型 還有讓大家看到我們 那我最後其實我還是要感謝COVID-19 因為有COVID-19大家才會數位轉型 大家說對不對啊 對 好 那就謝謝 然後最後一句話就是俗話說亂世出英雄 你們就是在座的2021年的英雄HERO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代表台灣藍雀茶跟石虎米團隊的儀品 我們是一個很特別的模式 我們是做台灣的環境友善的品牌 那很開心能夠在這樣的地方 希望跟各位經理人相會一堂 那我要感謝當然就是經理人的 而且很開心可以從核社的手上得到這個獎杯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要謝謝台灣藍雀茶的創辦人博君 他長期蹲點在坪林 然後我們一直致力在做地方創生 跟環境友善 透過流域收復的策略 我們希望打造北市溪上 有沒有農藥沒有化肥的生態村 那我們把這樣的模式推廣到石虎米去 我們希望有更多更多的消費者 去支持台灣的在地的環境的友善的品牌 那最後一個是我要感謝我非常愛的母校台師大EMBA 如果不是他沒有辦法讓我踏入中年轉型轉業 這樣的一個下一步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雲雲長 好 還有哪一位得獎人 好 請 大家好 我是KKStream的總經理蔡依仁 謝謝何社與經理人雜誌的肯定 那KKStream呢 其實我們過去都躲在KKBOX裡面 做各種科技的研發 那現在經過這五年 我們也很榮幸的 現在是一個亞洲高端串流影音的 這個技術平台的提供商 那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協助所有的台灣企業 透過串流技術一起迎戰這個新常態 對 那像去年的紅海的跨國全球尾牙 就是我們在後面提供的 那希望明年我們能夠有更多的一些夥伴們 能夠一起加入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也恭喜KKStream的蔡總經理 好 這邊還有我們得獎人想要 大家好 我終於了解為什麼這個主辦單位 把新創擺到最後一個單位 因為我們特別喜歡分享 今年對新創來講我覺得是最壞的一年 也是最好的一年 那我創業兩年以來 我在新創看到很多有想法 然後有好的解決方案 也願意執行的這個新創夥伴 所以在場的這個企業組跟經理人 希望下次呢 如果你們的身邊有這樣的這個 這個瘋子的這個新創呢 看到他們可以Bling給他們鼓勵 然後私之的幫助 以及這個任何經驗的這個傳承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好 大家發言非常踴躍 但請大家注意一分鐘以內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蔡從農師的李玉德 那首先要謝謝經理人以及核社 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站在這個台上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是用數據跟網路的技術 在農產運銷裡面 對於不標準跟時間散跑的產品 來做數位轉型 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感謝我們團隊 在這樣子一個傳統的領域裡面 去做非常困難的一些推動 那另外也要謝謝就是經理人雜誌 在疫情期間對我們的報導 也讓我們在轉型 從2B轉型到2C的這個過程中 得到更多的聲量 以及更多社會上消費者的注意 協助更多的家庭在疫情期間可以得到 隔天就拿到這些聲線的食材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我們請同仁遞一下麥克風 謝謝 謝謝 謝謝發行人還有各位評審委員 還有各位先進 我是新北市淡水區區長屋中仁 我們淡水區率 我們全國368個鄉鎮市區之先 我們很早就結合聯合國有序發展指標 SDGS來推動相關的區務 包括社會經濟環境等等 我們績效卓著也獲得全國很多的 這歷年來得到非常多的獎項 而且我們淡水也一年也吸引了超過600萬的遊客來到淡水 淡水歡迎大家親近我們淡水的好山好水也給我們來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謝謝 烏區長 給我三四秒 我給你們全世界 我是連線國際醫院的首席副院長以及集團的資訊長 我要感謝我的團隊的資訊部 剛剛聽了很多 大家都賺了幾個億 爺爺翻了幾倍 股價也漲了幾倍 對不起 過去兩年我們沒有賺任何錢 因為我們在國門 堅守國門 為大家的健康把關 希望未來你們繼續賺錢 然後呢 我繼續做我的一個責任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連心悅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哪一位得獎人要分享 這邊 那如果沒有的 有嗎 好 沒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想要請我們台上的得獎人 您可以先保持原來的姿勢 因為我們想要跟大家得獎人 還有我們今天的評審啊 合社一起進行大合照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合發行人 還有我們今天的這個 我們的評審頒獎人 我們是不是都可以一起先到台上 我們請同仁幫我們移動前面這幾張桌子 以及椅子 我們想要讓今天所有得獎的經理人 都可以跟我們的合發行人 還有我們今天的頒獎人一起合影 所以台上的可以幫我們先繼續留在原位 我們待會設定應該是在台上會有這兩排 然後前面我們的這個合社 還有我們的頒獎人站在他們的前面 底下呢 再幫我們站兩排得獎人 大家呢 幫我們自由稍微穿插一下好不好 幫我們身高比較高的站在後方 並且呢 插大家的肩膀中間的空隙 我們想要讓每一位得獎的經理人都能夠入境 好 所以我們先請我們的同仁幫忙移動我們的桌子 前方的桌子還有椅子 也請我們的同仁協助 讓我們的合發行人還有我們的頒獎人 能夠站在舞台上 好 那我們所有的得獎人幫我們 其他得獎人幫我們站在台前 來 幫我們站在台前 大家看想辦法幫我們站兩排好不好 站兩排 對 身高比較高的幫我們站後面 好 那我們也請我們 已經站在台上的得獎人 可以先把花 Pass給您的同仁 好嗎 因為花可能會擋到別人的臉 所以我們請先把這個花呢 也可以先放在一旁 或者放給 暫時交給您的同仁 我們想要讓所有人都可以入境 這個不簡單 一百多人要同時入境 但是我們的攝影師一定有辦法 各位一定也有辦法 我們請同仁協助引導一下大家 讓大家呢 都是可以很安全的 全部都可以入境 好嗎 可以嗎 我們的攝影師 可以嗎